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按照市场的原则和国际规则 与非洲开展投融资的合作 充分尊重非洲国家的意愿 考虑非洲国家实际需求 与非方达成互利共赢的合作协议 最重要的是 中方从来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因此也受到非方广泛的欢迎 我理解这个问题 其实隐含了非洲债务陷阱论的一些观点 如果是这样 在此我愿和广大媒体朋友分享国际货币金组织 最近发布的2023年国际债务统计的数据 非洲外债中商业债券和多边债务 占非洲外债总额的66% 中非双边债务 仅占非洲外债总额的11% 也就是说 中国从来不是非洲债务的主要债权方 一些人借非洲债务问题 可以说捕风捉影 相关的批评 没有事实依据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